再关注到有一张白色大熊猫幼崽的图片 在几年前曾经出现在公众视野 但如今这一只白色大熊猫已经健康长大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首度公开了这一只已经成年的白色大熊猫 完整的活动影响 一块来看看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 红外相机于2019年4月 首次拍到一只白色大熊猫 初步估计年龄在2至3岁左右 不过受监测条件限制 仅采集到一张稍显模糊的侧面像 和一段身影同样模糊 一闪而过的臀背部视频 保护区随后成立专门课题组 并展开专项监测 再经过无数次掩盘路线 布设和调整红外相机位点 终于在合适位点拍摄到一张清晰正面全身像 据介绍白花大熊猫可能是由于基因变异 而白花动物往往同时 伴随一些因基因缺陷 导致形态或生理异常 而产生的多种疾病 不过这只已五六岁的白色大熊猫 迄今未发现其行为和生存 受到明显健康问题困扰 尽管长相特别 却丝毫不影响它与小伙伴交往 保护区工作人员就拍摄到 白色大熊猫与小伙伴毫无障碍 亲密交流的场面 监测人员判断它已进入性成熟阶段 且有正常的求偶表现 至于它是否具有正常繁殖能力 变异白色基因会否在种群中保留延续 有待进一步跟踪观察 工作人员正尝试收集其DNA样本 以便获取更多生物学信息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